大S和汪小菲離婚後 話題人不斷圍繞在他們身上 今以根據鏡周刊報導指出 大S早在半婚禮前流產過了 大S和汪小菲曾在2018年出演過 實境秀幸福三重作 當時的大S其實剛流產不久 但為了愛夫心切一同上節目 只為了助汪小菲在螢幕前討形象 但沒想到近日鏡周刊指稱 當時並不是大S的首次流產 其實早在他們2011年舉辦婚禮前 就曾流產過一次 而為了籌備婚宴 大S的人撐著虛弱身體到婚禮結束 消息一出讓許多人超級震驚 其實大S之後懷孕的過程都相當不簡單 曾經出現過短暫缺氧 甚至被送至ICU重症病房 這次在聽到流產的消息 真的讓人不禁讚嘆大S 一路走來的堅強心力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